我在中之前 我那時候是想要賭一把 就是我剛好存了60萬 我想說我去韓國 賭這一年把它燒光 然後看我到底有沒有機會中 那時候我有跟我媽借了20萬繳房租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一年後我還你20萬 然後我媽那時候就覺得說 就是覺得我很不聽話 就是沒有把錢存好就想去什麼 然後後來我一回 立刻換我媽20萬 歡迎一隻愛人 經理就曾經擔任過電台DJ 以及電視節目企劃 喔你以前是幕後喔 我之前在3D啊 因為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每次就是做幕後 我好像都在幫別人做東西 然後做東西也不一定是我自己喜歡的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那我要自己跳出來做 妳是自己剪嗎 我一開始是自己剪 但我一開始因為 那時候就是跟我之前的男朋友一起弄 就是他有時候會幫忙分擔 其實一開始就是在很久去韓國之前 我就想說就是跟其他女生一樣 就是可能拍美妝 美妝 但因為那時候就沒有中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去韓國的時候 我就一邊念書一邊拍韓國文化 然後後來就中 可是我跟你講喔 我在中之前 我那時候是想要賭一把 就是我剛好存了60萬 我想說我去韓國 就把他燒光 這一年把它燒光 然後看我到底有沒有機會中 只有中了 就是這個中了 欸那我想問喔 中了的第一是什麼 你有把你的60萬再把它撥回來的意思 有賺到嗎 那時候我那時候 我有跟我媽借了20萬繳房租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一年後我還你20萬 然後我媽那時候就覺得說 就是覺得我很不聽話 就是沒有把錢存好 就想去什麼 然後後來我一回 立刻換我媽20萬 你有哪個男youtuber是你的型 蛤 菜哥嗎 沒有啦 為什麼是菜哥啊 庫勸 庫勸絕對不是啊 孫生 不可 瑋哥 蛤 他的表情是好嫌棄的 不是啊 不是啊 我覺得他們太像同學了 同班同學 班上臭男生 不會啊 在同班談戀愛還蠻正常的啊 我從來沒有跟同班都會談戀愛 我好像有吃生意很刮急 不是啦 很刮急 我好蠻喜歡年紀比較大 Oh my God 沈玉琳 像玉琳哥這種 我覺得有才華的我就會 欸 眼睛亮起來 真的不錯 而且我跟玉琳哥沈玉說過一句話 我真的是受用到線 他說 就是在演藝圈 就是比誰蹲得久 不要覺得你現在流量不好 你就繼續給他蹲 走個一天就是你的 呃 為什麼最近都沒有跟艾莉莎 我上禮拜才剛一起拍片而已好嗎 喔 你是跟他最好的 我說YT界裡面 對我跟他最好 你是跟他最好 為什麼原因 兩個在比較年輕的時候 就是兩個有一起在韓國風過 可是我們的風是正常風 不是那種你知道 啼笑風那種 對 所以就是其實我很了解他 然後我每次看到新聞有的時候 就故意就是可能在寫他不好的 或網友在罵他 我都會覺得很心疼 因為他真的很單純 他就是講話沒經過大德而已 那你那時候在拍那個 去韓國的一些YT或是VLOG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說 欸跟他打對台 因為他也是 蛤從來沒有 我就把他當作是姐妹 我覺得他也沒有覺得怎麼樣 他也沒有覺得怎樣 對 可是我覺得這是很剛好 我覺得他們的個性 就像我們兩個一樣 就是我覺得你好 我覺得好 對而且這樣才是真的姐妹 如果他在那邊偷嫉妒你的話 喔他會啊 我會啊 光明正在嫉妒嗎 欸我想問你有沒有跟愛麗莎吵過架 蛤沒有欸 真的假的 完全沒有 真的 還是你們是知道 就是彼此互相的底線在哪裡 所以你們就不會去碰 應該是說我這個人沒有底線 所以別人很難跟我吵架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瘋瘋的 然後講話就是比較不驚大 然後講話就是比較不驚大 但是其實就是直爽真信爽這樣 但是大家好像是覺得就是無腦 沒有啊因為他之前還有所有的系列 我也滿愛看就是不穿內衣 對 那還好吧 那這我還是很喜歡 欸那會突出來嗎 會啊